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在这段时间不再继续犯错并且深深的自省是很重要的 此外呢 这一周也是水星在冲刺当中 水星在双子冲刺喔 所以跟双子有关的各式各样的八卦 或者是跟媒体 记者 作家 主持人等等方面的消息也特别的多 爆炸式的多 因为在下一周的周一 水星就要进巨蟹了 你有没有发现所有的星进巨蟹是轮流来的喔 没完没了 所以为什么今年上半特别的纷纷扰扰呢 就是因为这种对分享的能量特别强的缘故 不过呢 这一周也有一个特别的星象 那就是金星跟火星逐渐的合像当中 都合像在狮子座 首先当然点名了演艺圈 点名了所有跟时尚有关的行业喔 特别的活跃 或者是我们会很关注自己的外形 外在 外表 你也会想要青春靓丽 这个是无可厚非 能量使然喔 那当然金火在狮子座也意味着第二代 或者是年轻人有出头露脸的机会 或者是孩子的话题 在我们生活当中变成我们的重点跟焦点 但是孩子的健康或者是疫情 会不会蔓延到小孩身上呢 这也是这一周的话题之一喔 要多关注你身边的孩子 我们来看对个别星座的影响是如何呢 工作方面来说 狮子天平摩羯跟双鱼是有感应的 狮子星座的朋友工作量应该是蛮多的喔 因为你除了自己本身的工作 还要为过去没有做好的地方重新再来 所以工作量的确很大 另一个呢是天平座 天平星座的朋友很多合约 或者是本来的约定可能又要推翻了 这会让你忙的不可开交喔 但是没有办法行事比人强 我们得好好应应 另一个呢是摩羯座 摩羯星座的朋友计划感不上变化喔 所以可能有一些重大的事情 会有翻转的状况喔 那对你来说赛翁 施马胭脂非福平常心对待吧 另一个呢是双鱼座 双鱼星座的朋友以工作来说呢 稳扎稳打就对了喔 最近不要跟人家谈梦想喔 我们用很实质的方式去应对 就可以处理的很好了 我们来看感情方面 那是金牛双子射手跟水瓶了 金牛星座的朋友 以感情上来说呢 还蛮适合就是装可爱的 或者是你身上的那种 比较童真幼稚的部分呢 会让人觉得非常欣赏 另一个呢是双子座 双子星座的朋友 在这一周你的感情生活 反而是有突飞猛进的趋势喔 可能是你的守护心顺行了 所以你的能见度很高 而且大家会看你越看越顺眼 也对你表达了欣赏跟喜爱 会愿意主动靠近你 另一个呢是射手座 射手星座的朋友以感情上来说呢 同情爱情要分清楚喔 反而是你不设防之下 你会散发出一种魅力 比如说你助人为快乐之本的时候 那就会吸引到很奇怪的桃花 另一个呢是水瓶座 水瓶星座的朋友 最近跟年纪大一点的人 还蛮有缘的 所以生活周遭当中的那些年长者 不要小看喔 也许你们会擦出火花 我们来看金钱方面是处女跟天蝎了 处女星座的朋友最近理财的直觉 可以说相当的好喔 你可能是别人心目当中的零归等级 所以你要相信自己的直觉判断 另一个呢是天蝎座了 天蝎星座的朋友 完全是跟专业上的精进有关喔 只要你做好手边很擅长的事 最近金钱运方面是蛮好的喔 对于某些狮子辈的人来说 你的价格有机会三级跳 我们来看健康方面 那是母羊跟巨蟹了 母羊星座的朋友可能要注意喔 要过剩或过多 比如说变胖了 或者是胆固醇过高 或脂肪过高 血压过高等等 这些过剩的状况 调整一下生活习惯吧 另一个呢是巨蟹座了 巨蟹星座的朋友 脑神经衰弱是个问题 还有第二个是心病喔 这个心病呢 有时候真的不只是造成精神困扰 它真的实质上会造成你的身体不舒服 所以你对于身体上的症状 都可以推到你的心里哪里出问题 好好解决它